9月13日消息,13日,一甲禁旅斯坎迪奇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朱婷回归,开始跟随球队备战新赛季,将在一甲、欧冠、意大利杯三线作战。 此前,朱婷再次婉拒了国家队的征兆,退出了奥运资格赛、杭州亚运会比赛。 上赛季,朱婷在手腕手术之后,付出加盟了一甲斯坎迪奇,并且帮助球队一路过关斩将,夺得了欧连杯冠军和一甲第三名的好成绩,并且获得了新赛季欧冠参赛权。 赛季结束后,斯坎迪奇也和朱婷续约了一年,年薪大约在150万欧元,约合1200万人民币。 今年世界女排联赛,朱婷再次婉拒了国家队主教练蔡斌的邀请。 前不久,她专门回了一档宁波北伦训练基地,向蔡斌汇报了康复情况,并表示将与西班牙医生及康复师会合,开始新一轮康复训练。 朱婷也就此退出了奥运资格赛和杭州亚运会比赛,但是她也暗示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回归赛场。 9月13日,伊甲斯坎迪奇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段视频,猜猜这是谁回来了? 只见朱婷高大的背影已经站在了球队的训练场上。 很快,斯坎迪奇俱乐部晒出了朱婷和教练、队友的合照,并且写道,女王归来,The Queen is back。 朱婷回到了训练场上,挥汗如雨,开始备战即将开始的新赛季。 对此,网友们纷纷表示,纯好奇,去学校才上课几天吗?估计问完会被骂? 本来运动员上学就不太可能全日制,他能抽出时间去上课已经很难得了。 看来手腕的伤不严重了。 加油,新赛季百毒不侵,一切都好。 恢复顺利,希望这赛季可以慢慢恢复力量训练。 等了五个月,终于快有球看了,新赛季加油哦。 加油加油,这赛季任务挺重的,争取取得好成绩吧。 大亭加油,好好康复,健康打球。 现在怎么还有人问朱婷为啥打俱乐部,不打国家队比赛? 一,国家队比赛集训比较辛苦,每天时间长,俱乐部每天训练时间也就几个小时,剩余的时间可以好好康复。 二,打俱乐部也是为了挣手术和康复的费用。 据听说,排鞋好像没有出这相关的费用,有可能出了一部分,但是大部分需要自己出。 不是要去西班牙康复吗? 哈哈哈哈,真是一个谜。 他现在积极的康复,就是为了后期可以更好的打国家队比赛。 我已经看到,某些黑子已经发疯,能回俱乐部打比赛,不打国家队比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